如果要在英超歷史中找出一個最出色的球星,你們會想起誰? 為了找到這個答案,上年4月鏡布舉辦了一個英超歷史最佳球員選舉 這位球員壓過了斯朗拿道,布奧巴,謝拉特頂的英超傳奇球星成為冠軍 風馳電製的速度,頂級的把握能力,對球隊的感染力令他成為英超的經典 在斯丹眼中,他的天分甚至比朗拿編奈奧更高 在我眼中,他和阿仙奧的名字就是天生一對 他是歷史上其中一位最出色的射手,兵工廠大帝,亨利 大家好,我是Ryan 今天這位主角是你們等了很久的阿仙奧傳奇球星,亨利 這位超級射手1977年出生於巴黎郊區的利蘇斯斯 他並不是來自於什麼富裕的家庭,但他擁有的天分是連錢都買不到的 由於社區擁有一流的足球設備,所以亨利的爸爸從小就希望兒子成為一位足球員 而亨利在硬件上確實天生就是一位足球員 他唯一欠缺的東西就是野心 小時候的他其實並不是特別喜歡踢球 他踢球只不過是因為爸爸不斷催谷他訓練和比賽 所以當你看到他在球場上面的動作,你都會提得出他根本萬不敬心 當其他小朋友努力爭取表現,希望獲得球探發掘的時候 亨利就施施然站在前場,但當有機會的時候 他就會發揮他異於常人的速度,將對手拋於身後 然後輕鬆將球送入網 球場上面發生什麼事都彷彿與他無關,他只是隔岸觀火 然後完成最後也是最困難的工作,將球送入網 這一點當然令他爸爸非常生氣,所以即使是亨利射入五球 但錯失了一個機會,他爸爸都會對他大喊大叫 結果這種為了取悅爸爸的心態,成為了亨利小時候踢球的動力 爸爸不斷催谷亨利踢球這件事,媽媽自然將一切都看於眼內 對比起爸爸,媽媽就比較踏實,他認為讀書才是正確的路 因此這個成為了夫妻之間爭吵的其中一個話題 結果亨利在小時候,他的父母就離婚了 媽媽在獲得了亨利的撫養拳之後 就將他帶離開爸爸和至少居住的足球小鎮Ossi 要他專注學業,不能夠再踢球 直到不能夠再踢球,亨利才好像很多分了手的人一樣 失去了才發現本身的可貴,才發現球場的可愛 最終他決定放棄學業,全身投向職業足球 1990年,摩納哥派出球探觀看13歲亨利的表現 在那場比賽,亨利攻入了六個入球 這位球探馬上就邀請他加入摩納哥 對呀,連腳都不用試 本身因為成績不好 當時球隊的清訓總監其實打算不讓他加入球隊 但結果因為亨利的潛質實在太過優厚 所以亨利就順利加入摩納哥 然而一切並不是一帆風順 當時的亨利其實已經知道足球是他的事業 但他仍然改變不到娛樂觀眾的習慣 所以每場比賽他大概只有10至20分鐘表現出色 但即使是只有10至20分鐘 他的表現已經深深吸引了一個人的目光 眾所周知當時的摩納哥領隊正正就是雲家 而雲家出名的就是眼光獨道 當時他已經經常去觀察各個梯隊的表現 去到15歲的時候,亨利終於遇上了雲家 當時雲家對亨利的印象是這樣 他跟雲家在摩納哥領隊一樣 他開始為專箱籍組成間 他當時雲家的一 righteousness 也許是最殘忍的對手 他當機場,現在私是17歲 他已經在年少於幾個月 他一直在旁邊仍然會有屁幕 我還段過了他 因為他我的勢力 學校,体力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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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是在那裡的可能性 摩納哥共事的時間其實並不長 在上演了處子戰後 大概四場比賽,雲家就離開了摩納哥 取而代之的是球隊前輩的指導 和很有查詩古迪的陪伴 慢慢亨利變得更有自信 而且懂得怎樣跟隊友去做配合 結果在1996年19歲的他 成為了法國最佳年輕球員 1997年射入10球協助球隊獲得聯賽冠軍 97到98球季 他更加在歐聯帶領球隊殺入歐聯八強 八場比賽中攻入了七個入球 創造了法國球員在歐聯入球最多的紀錄 出色的表現令他以21歲之力獲選參與法國世界盃 20歲只是踢過法甲的球員 要以東道主的身份出戰世界盃 這份壓力無論你有多厲害都無法避免 實力恐怕都很難一如以往發揮 但這些壓力並沒有影響到亨利的表現 當時的法國其實狀態一般 球隊受到全國上下的抨擊 一眾大牌球員更加是壓力山大 結果教練決定將這位20歲的年輕人放入場中 在爸爸和哥哥的支持下亨利更加落力 先是在對南非的揭幕戰 輕巧Chipser射入他第一個世界盃入球 然後在對沙特阿拉伯的時候 斯丹被紅牌趕出場之後 獨挑大良攻入兩球 雖然他還未能夠站穩正選 但球隊順利出線 而且最終獲得世界盃冠軍 他更加憑著三個入球 成為這屆賽事法國的神射手 成功打向名堂 和全世界公告自己的名字 半年後 1999年1月冬季 轉會槍這位法國超新星 終於離開摩納哥 加上有法國國家隊前輩 斯丹效力的祖雲達斯 但誰都沒想過這個決定 竟然差一點點就毀了他的職業生涯 在意大利球壇 防守、踢發和安查洛提的 352陣式下 亨利這種偏向留在前場等待 反擊機會的球員顯得無所釋束 很快他就被安查洛提 放在後備席 那段日子對於亨利來說非常難捱 甚至失去比賽的慾望 安查洛提見到這個情況 並沒有選擇妥協 更加沒有考慮將亨利放在其他位置的可能性 馬上就將亨利當作籌碼 打算交換烏丁尼斯的阿姆羅蘇 而亨利馬上就拒絕了這個建議 而且表示 假如你要將我賣走的話 買去其他國家 結果球櫃完結 亨利打算回到巴黎的時候 和雲加同一架飛機 亨利馬上就向教授表明心跡 最終雲加如人得利 以阿仙奴歷史上最貴的轉會費 將他的愛徒 亨利帶回到北倫敦 取代另一位法國射手 安力卡 這也成為了阿仙奴歷史上最偉大的轉會 阿仙奴歷史上最偉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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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歷史上最偉大的本大 人士és奉歷史上最偉大 到底為何要出陣中壽 對比邊路 中壽更多需要同 Zo 他更多地面 heck 一開始亨利對於雲家這個決定都深感質疑,但時間證明了雲家是對的。 當時的他已經預示了球壇中鋒的轉變,中鋒不會再只是留在禁區內衝刺,反而會參與更多的組織和利用速度去做突破。 這一點就是安差樂體和雲家的分別,雲家的高瞻軟軸,結果令亨利不只成為一位射手, 而且還會成為一位像他偶像、韋亞、雲巴士頓、朗拿道一樣跨時代的射手。 適應了中鋒這個位置後,就慢慢地亨利都開始發現自己的轉變,他好像找回小時候踢球的本能, 他不再需要擔心什麼助攻、威嚇,他只需要專注入球。 結果在9月18日的時候,這位法國射手終於射入了他在阿仙奴的第一球打破入球坊, 後備上陣協助球隊一戰定剛三擊敗修憲頓, 之後又在對打比棍的比賽梅開爾道帶領球隊反勝, 亨利的踢法慢慢開始融入阿仙奴的體系中, 雖然在那季英超冠軍還是比如日中天的曼亂拿到, 但阿仙奴就打入了歐洲足協杯的決賽, 可惜最終決賽飲幸只能成為杯賽亞軍, 但亨利的表現已經擺脫了季初的質疑,成為了阿仙奴球民的希望。 2000年歐洲國家杯,亨利再一次發光發亮, 他再次憑著三個入球成為國家隊的頭號射手。 當季的斯丹當然是法國隊的靈魂, 但在他身邊的亨利這位綠葉表現也絕不信息, 尤其在四強的時候面對葡萄牙追平的入球更加至關重要。 在這場賽事他獲得了三次最佳球員, 當中更加包括對著意大利的決賽。 這個歐國杯獎杯也令他獲得了所有國際賽的獎項, 同時令他信心近乘。 然而信心並不代表一切, 雖然他成為了球隊的首席射手, 而且在曼聯的時候攻入了一個英超經典入球, 但最終他們的穩定性都是比英國夾慣入術的曼聯, 他們做一次成為第二。 但在這一季他們就殺入了足總盃的決賽, 上一季歐洲足血盃的決賽飲行已經令亨利痛心欲絕, 可惜這次他們都拿不到冠軍了。 雖然在決賽中佔盡上風, 亨利甚至形容這場比賽他們應該領先9比0, 甚至10比0, 但事實是, 他們只能躺著龍甲球在72分鐘協助阿仙羅取得領先, 結果他們都比另一位英超傳奇的射手奧運。 奧運分別在83和88分鐘連入兩球協助利物局反勝, 球隊再一次四大街空在最後一場比賽飲行亞軍, 亨利的憤怒席也即將面臨到極限。 0102球櫃,他們終於打破了曼聯的統治地位, 重奪聯賽冠軍。 當中他在對著曼聯的比賽中, 把握巴夫斯的失誤攻入兩球協助球隊反敗為勝, 更加是整個球櫃的轉捩點。 球隊擊敗曼聯之後開始順風順水, 在季尾更加在足種杯決賽彌補上年的遺憾, 以2比0擊敗車路士成為雙冠王。 亨利在整個球櫃中攻入了32個入球, 成為奪冠的主要功臣, 證明身價, 終於為球隊獲得獎盃。 在下一個球櫃, 雖然阿仙奴無緣衛免, 但0203年的亨利正式走到巔峰狀態。 他不再是一位射手, 他是一位全能的攻擊球員。 雖然他在神射手爭脫中, 以一球之差輸給雲尼斯達萊, 但在聯賽方面, 他就交出了24個入球, 20個助攻, 令他成為五大聯賽歷史上第一位雙20球員。 這個數據之後, 亦只有2020年的美斯能夠達到這個數字。 而且當季, 他們還成功擊敗了修咸頓為免足種杯冠軍, 經為天人的表現, 令他成為當時金球長大熱之一, 可惜最終都是輸給利維達, 令他無緣這個獎勵, 但真正的團隊榮耀, 在下一季終於都來了。 皮里斯的成熟, 再配上巔峰狀態的亨利, 這對法國孖寶, 令阿仙奴的功力無堅不翠, 韋拉基伯圖斯華坐陣中出, 當季的阿仙奴可以說是最全面的阿仙奴, 不敗對冠軍多麼威風, 但其實當中都有出現過暗勇, 他們差點就在一個星期入面滿盤佳洛索, 當時他們要在八日入面打四場比賽, 當中包括對著曼聯, 利物浦, 車路斯, 在歐聯方面, 他們已經率先被車路斯踢出局, 足中杯四強又輸給曼聯, 去到尾關聯賽, 他們更加落後比利物浦, 球隊的士氣跌到最低點, 亨利更加形容落後的時候, 他甚至聽不到球場的呼吸, 接連兩次的失敗已經令到球隊士氣大跌, 結果作為阿仙奴投號球星的亨利, 生鮮事盡, 他接應皮里斯直線單刀射破利物浦, 球隊開始找回信心, 但一盤冷水照頭琳, 又一次是奧運, 他協助利物浦再次取得領先, 幸好之後皮里斯入攝追和, 關鍵時刻, 亨利在半場開始推進, 先過夏文, 然後在angle break 加力差, 單刀冷靜湯入協助球隊取得領先, 最後階段, 他再次接近後場傳送上演武指氣法, 將阿仙奴從失利的低局中帶回高峰, 最後在不倫敦打比一場和局, 在死敵熱刺的主場白陸競風和, 而在一套紀錄片中, 他更加嘲笑熱刺慶祝和局, 並表示當你為一場和局慶祝的時候, 其實就代表你的標準有多高, 死敵的主場風和確實是威風白面, 亨利同時也獲得了那一季的歐洲金箱獎, 以及成功連任英超最佳球員, 這個球櫃無論是阿仙奴還是亨利, 都處於職業生涯的巔峰。 在個人和球會的榮譽上, 亨利除了歐聯之外, 基本上已經贏盡一切, 2004年摩連奴條罕亨利說他只能夠 在小球會的時候拿到入球, 亨利就在下一場比賽, 將車路士打造成一支小球會, 並且在那一季也幫球隊擊敗萬聯, 拿到足腫杯。 2005年威拉離隊, 他接任隊長成為廠長, 承擔了隊長責任後, 亨利的表現更加超出。 2005年, 他在對布拉格斯巴達的比賽攻入兩球, 打破了伊恩胡麗的紀錄, 成為阿仙奴市場最佳射手, 並且在最後一場的英超比賽, 大演武子棄法。 大蒂以神符奇蹟的表現, 告別這個為阿仙奴貢獻了93年, 引用出無數傳奇的經典主場, 高貝尼球場。 在歐聯方面, 他們終於打入決賽了, 晉級過程還充滿說服力。 16強面對王家瑪德利, 亨利攻入了一個標誌性的入球, 在班牙背球場單騎直進, 過五關斬六將最後壓過拉莫斯, 射破王馬一戰定光傘, 完美地展現了他的力量、技術和速度。 8強迎接他們前隊長 韋拉效力的祖恩達斯, 亨利再次拿到入球, 4強憑著聶盟在最後階段破出12碼, 擊敗了阿根廷手術都列基尾帶領的維拉利爾, 衝破重重難關殺入決賽, 距離歐聯冠軍只差一步。 決賽兩隊的陣容都聲光熠熠, 朗娜丁奴、迪高伊道奧大戰亨利、 龍甲堡、皮里斯。 決賽在巴黎舉行, 亨利肯定是希望在鄉親父老面前奪得球會級最高的榮譽。 比賽一開始, 阿仙奴就佔盡上風, 直到列文、迫迪伊道奧結果紅牌出場, 比賽形勢立即改變, 阿仙奴變得相當被動, 幸好蘇金堡接應亨利的全球先開紀錄, 領先後, 阿仙奴依靠反擊不斷對巴塞隆拿製造麻煩, 但始終未能拉開優勢, 當中亨利的單刀失機更加被他稱為職業生涯最後悔的時刻, 結果巴塞隆拿最後攻入兩球反勝阿仙奴, 亨利再次無緣勾劣。 賽後由於球隊進入重建期, 亨利傳出離隊, 阿仙奴更加馬上收到兩份價值超過5000萬英鎊的破世界紀錄報價。 雖然這份報價相當吸引, 但亨利選擇出人意表地簽下4年的合約表示忠誠, 並表示願意在阿仙奴到中路。 可惜下一季他開始受到傷患的困擾, 結果令到他上陣時間大減, 傷患令他意識到他的黃金時期恐怕只有兩三年, 當時他和亨利是歐洲豪門的目標, 亨利也不清楚自己會不會留隊, 考慮到將來和自己的狀態將會日漸下降, 結果亨利決定在2007年離隊, 告別兵工廠轉頭巴塞隆拿, 並且對阿仙奴球迷留下這番說話。 我希望你會感受到這份我做的, 因為我感受到這份你做的, 為了我做的, 為了我做的, 為了我成為了我生氣, 為了我成為了一位球隊, 所以我會永遠拿到這份我, 無論如何發生,阿尼會一直在我的血 在我的心裡 我會永遠記住你們 我不會騙你,因為你會永遠會成功 這組是在我的心裡 會永遠記住在我的心裡 謝謝 短短七年時間,254場比賽攻入174個入球 七年內六次入選英超最佳陣容 三次球迷票選的足球先生,兩次英超足球先生 四個金轄獎,兩個英超冠軍 這就是亨利在阿仙奴的成績表 他成為了阿仙奴永不磨滅的傳奇 實至名歸的兵工廠大帝 阿仙奴球迷心目中的最愛 去到巴塞隆拿之後,正如亨利所料 他失去了本身在阿仙奴的銳利度 雖然他成為了巴塞隆拿的首席射手 但表現遠遠不如阿仙奴的時候搶 有些人甚至猜測他會不會效力 一年後就回到阿仙奴 但亨利絕對不是一個容易妥協的人 果然在下一季他的表現開始回用 哥迪奧娜的上任令他再次回歸到左翼的位置 但他的角色不再是主角了 他用他的經驗開始教導美斯 結果這季成為了美斯統治球彈的開端 而亨利在這個球櫃就攻入了26個入球 10個助攻 他伊道奧美斯這個三叉擊 在那個球櫃射入了100個入球 最終2009年巴塞隆拿成為了六冠獲 亨利都如願以上獲得他夢寐以求的歐聯冠軍 但在國家隊方面他就惹上了爭端 他自製了一個屬於他自己的上帝之手 他利用手球助攻加拿斯協助法國打入世界盃 這件事掀起了軒然大波 賽後他收到了來自北愛爾蘭的死亡威脅 北愛爾蘭捉獲要求重賽 但幸好最後這件事過了一段時間後都停止發酵 但亨利都成為了北愛爾蘭人的公敵 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的是 10年他以巴塞隆拿球員身份 入體以巴顯和域回歸 油長球場 全場掌聲雷動 亨利坦然這種感覺很奇怪 他不喜歡這種感覺 但又深深感激阿仙奴球迷的支持 最終贏盡一切的 他在2010年7月前往美國加盟紐約控偶 然後因為查馬克需要回到非洲踢非洲盃 亨利曾經在美職聯優貴時 愛姐回歸阿仙奴兩個月 並且在第一場比賽就接應喪治的傳送 為球隊射入奠定勝局的一球擊敗烈斯聯 入球後狂奔擁抱魂加的動作 令到時間好像彷彿回到十年前 看到這一幕的阿仙奴球迷相信都熱淚盈看 而在這場比賽的賽後 他亦都非常激動 他自己一個坐在更衣室裡兩個小時 他感受這種對阿仙奴的愛和激情 他終於回來了 在回到紐約前的最後一場比賽 他再次取得入球 已入球告別阿仙奴 回到紅牛之後 他為球隊獲了一次常規賽的冠軍 然後在2014年退役 結束了接近20年的職業生涯 退役之後 他就回到英國的Sky Sport 從事評述員 跟他以前賽場上的對手 例如列納和加力查 一起評述比賽 當中加力查更多次被人 用當年的片段恥笑 之後在2018年的時候 他執起教別回歸摩納哥 雖然執教能力有待鍛鍊 但他都已經表明過 最終的目標是想執教阿仙奴 假如將來他能夠證明自己 相信阿仙奴球迷都樂見大帝回家 故事就說到這裏 亨利成為票數 英超史上第一 相信大部分球迷都認同是實至名歸 他對於球隊的忠誠 經典的造型 無人能擋的能力 絕對是英超的經典 但當然他的成功都要歸功於魂家 假如他一直都是在左翼這個位置 可能就沒辦法走到現在這個高度 千里馬都需要白落 無論能力有多高 假如無人提拔 結果都是英雄無用武之地 不知道你們有找到你的千里馬或者白落嗎? 我想我就找到你們做我的白落了 多謝你們欣賞 最後對於有朋友說我寫故時誇張 我盡量修煉一下 但或者這個是我的風格 有時候我在創作時已經找到自己的樂趣 你們看得開心我當然高興 但假如過於遷就你們 我怕沒有了自己的風格會變成四不像 到事實是不知道怎麼辦 還有其實拍這條影片有點像是影評的 很多資料都是來自亨利的紀錄片 喜歡亨利又希望看得詳細一點的朋友 可以去看阿仙奴頻道的紀錄片 非常之不錯 最後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讚、分享和留言 還有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 我是Ryan 下次見 録音 Sylvia 雪原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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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